镜头回到国内来看到黑心商品泛滥 这回居然出现黑心的医疗器材 而且还转卖给国内知名医院 苗栗和台北地检署查获台北全业公司 像美国进口的古丁和古板等侵入性医疗器材 却自行开模仿冒 没有经过合法检验 还篡改医疗器材的有效期限 贩售过期产品 估计有上百家医院受害 你还要死人啊 直接搬上去 你都拿来这里 调查人员北中南大搜索 起初大批黑心医疗器材 数量超过一万三千多件 这些医疗器材包括用来固定 颜面手术的古丁 古板以及人工骨水泥等器材 不过检方发现这些全都有问题 因为这间厂商不仅自行开模 仿冒美国原厂的设计 没有经过检验 还将及其品 或是过期品的有效日期篡改 再转卖给国内知名医院 估计全台有上百家的医院 都深受其害 对外自己制造 然后冒称是别家合法的 的产品 那另外其他是 是使用即将预期的 或者是以预期的这个产品 检方查出 从民国九十八年开始 全业公司负责代理 美国医疗器材 在转卖给国内的各大医院 之后为了要压低成本 居然自己开模仿冒 检方表示 这些医疗用品都是用在人体内 或是直接接触伤口 如果使用这样的黑心器材 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 没有经过检验合格安全 那恐有危害身体健康 或生命安全治愈 检方表示 截至目前为止 尽管还没有接获疑似 是因为使用黑心器材 导致不良反应的案例 不过使用上还是有高风险 目前已经查扣 这些黑心商品之外 检方还要追查流向 理性已经使用了多少的量 来加以追踪 借林健身棚换裙 苗栗报道